但是他们表示这个完全是出于生物安全的考虑 那我们此前也多次为您报道过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表示 说从去年年底中国开始出现了大流行的时候 北京拒绝提供从患者身上提取的病毒样本 并且销毁了早期样本 而国家卫健委科教司的这一位官员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 说这些的样本分析是在未经授权的实验室进行的 那么我们之所以要把它销毁 目的是为了防止对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的风险 防止不明病原体所引发的次身灾害 而在回应蓬佩奥的指责的时候 这一位官员表示 美国现在有一些官员是断章取义 亦在混淆视听 他说武汉当时首次出现类似肺炎的疾病 当时还不知道这种病情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有国家级的专业机构正在研究确定病原体 那么这一位官员就表示 说现在我们这种处理标准 完全是符合中国对于高致病性样本的处理标准 不符合要求的实验室 是不能够进行样本处理的 就只有销毁 那么中国当时对于这个病原体的定性 叫做二级病原体 也就是可以在人和动物之间 或者是动物和动物之间传播 并且可能引发严重的疾病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SARS还有天花 都是属于二级病原体这个类别 那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大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局势 不断的升级 现在北京和华盛顿方面 根据病毒的来源 以及到底谁应该为这一次全球大流行承担责任 相互是进行了很多互相的指责 而现在这一场病情已经在全球范围内 造成了超过30万人的死亡 而中国方面也遭受了很大的国际压力 要求允许国际社会对于中国 对于大流行病的应对方式进行调查 而根据湖北省卫生委员会 在二月份所发出的通知 处理病毒样本的机构和实验室 如果没有经过批准的话 是不得向其他机构提供样本的 而在疫情爆发初期 获得样本的未经批准的实验室 就必须要销毁样本 或者是把样本送到市级的疾控中心 进行统一的保存 而之前中国媒体财经也报道 有一些医院在疫情爆发初期 就把样本送到了私人的基因测序公司 来鉴定这样一种神秘的病毒到底是什么 而其中有一些结果 其实早在12月27号就出来了 并且被认为 这样的病毒与SARS的病毒 同属冠状病毒家族 而其中的一家公司 当时就被告知要销毁所有的病毒样本 而中国的国家卫健委 真正介入是在12月31号 当时他们开始调查病毒 并且在当天向世界卫生组织 通报了疫情的相关情况 而在1月3号的时候 国家卫健委就排除了 病毒是导致呼吸道疾病的 任何已知病原体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新型的病原 而在1月9号的时候 委员会表示 说病毒确定是由一种新型的 冠状病毒所引起的 而这样一个病毒呢 后来被命名为叫做SARS-CoV-2 而所引起的疾病呢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 我们叫做COVID-19呢 叫做这个新冠病毒疫情 这样一个情况 而现在我们知道 在美国这一边呢 主要的一个矛盾的焦点就是 中国在整个疫情爆发之初 处理的做法是不是存在着失忆 失误或者是故意的掩盖 那么蓬佩奥方面就表示啊 说你北京方面 本来就获得了早期的样本 这些样本呢 本来是可以拿出来 供国际社会来开发疫苗的 但是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那么中国官方的说法呢 就是我们呢 说是整个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呢 是一个高度戒备高度安全的场所 不存在你们所说的病毒逃逸 或者是病毒是人工的情况 而现在呢 整个在我们针对这个病毒 早期样本的处理情况呢 也是完全符合中国国内 对于处理病毒样本的规定 也不存在着你们说的 刻意隐瞒的情况 而现在另外一个国际社会 对于中国指责的焦点就是 世界卫生组织在一月和二月 曾经两次访问武汉 那么是不是世界卫生组织 当时曾经提出要去访问武汉的实验室 而被中国拒绝了呢 今天呢 卫健委的官员也正式表态 说呢 世卫组织在一月和二月期间 两次访问武汉 没有提出访问实验室的要求 所以啊 他说既然世卫组织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们说世卫组织被拒绝参观 武汉实验室的说法也就完全不符合事实了 那么截止目前啊 我们还没有看到WHO方面 没有看到世卫组织方面 没有看到美国的官方 对于中国卫健委官员这样一个说法的更多回应 那么如果美国这一点有了更多的回应 世界卫生组织有了更多的澄清 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您介绍 那么下面再为您说到的啊 就是在节目开始为您介绍到的 李世默在外交政策这篇杂志上 最先发表的观点文章 整个这个观点文章的题目啊 真是让人觉得眼前一惊啊 叫做习近平是一个好皇帝 那么李世默是怎样得出这样的判断呢 他开篇首先介绍到啊 说现在呢 在我生活所在的上海 工作呢 基本上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我和我的同事都已经回到了办公室 那么现在呢 这样一个恢复的状况 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地方 也在或多或少或快或慢的发生 所以啊 现在我认识到啊 这样的一场持续的噩梦 已经基本结束了 从这一场噩梦中 我们学到了什么知识呢 主要就是有五点 我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点是什么呢 李世默介绍说 就是中国人民信任他们的政治机构 他表示啊 说现在呢 有这样的一种认知 说呢 专制国家从定义上来讲 就是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公众信任的 但是啊 现在这次疫情 却让我对了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一个说法 有了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呢 他说呀 说在1月23号 中国政府下令封锁武汉的时候 当时全国人民都被这样的举措 惊呆了 后来呢 在一夜之间啊 在上海这样一个拥有2400万人口的城市 就前几天还在堵车 一夜之间 人和车都空了 那么最初呢 这个李世默介绍到啊 说起初啊 我以为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一两个星期就好了 但是一直在持续 一下就持续了好几个月 让他惊讶的是什么呢 就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竟然完全遵守了这个规定 他表示啊 说如果你到过中国 你就知道中国人有多么的不守规矩 那么中国的正规警察呀 在街头是手无寸铁的 不像美国这样警察是配枪的 他说呀 你在上海的街头 经常会看到有的人为了一张交通罚单而跟警察争吵 所以他说啊 中国人这么长的时间 遵守这么严格的 在家不出门的规定 除了自愿之外 就没有办法解释了 他说啊 也许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我利益 因为谁也不愿意出去乱走动 得病 但是他说啊 说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情况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 你就看到 其他国家像美国像欧洲啊 都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 仍然会无视政府的警告 还聚集在海滩和俱乐部里 而当时呢 警察的执法可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呀 你说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守规矩呢 是他们自我利益驱动吗 也不完全是 是警察太厉害吗 那和西方的警察是没有办法比的 所以呀 唯一的解释就是一个 就是中国人民对于其政治机构的专业知识 还有保护民众的能力 是非常信任的 所以才有这样的服从 李世默又分析说了 那可能有人说啊 是因为中国的维稳手段太厉害了 中国的这个国安系统实在是太严格了 但是他表示说呢 安全机构只对一小部分活动分子有效 对于数以亿计的这么庞大的人群是没有效的 如果人们选择集体不服从的话 那么中国的安全部门对于这些人来说 也是束手无策 因此他表示 现在我们在疫情期间 没有看到大规模的强制 这个抵制封锁活动的行为 没有看到大家上街去抗议呀 所以呢 这么说来 那中国人就是自愿的服从了政府的行为 而且这种自愿就是出于对于政治系统的信任 那么这个呢 是他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他说什么呢 说啊 政府啊 在与公众的沟通方面是非常不遗余力的 他说你看到 我们在中国啊 每天都有新的数据发布 按照城市 按照省份 按照全国发布 说每隔一小时 政府的专家就会在电视上详细介绍 现在病毒的状况 还有呢 国家的最新举措 他表示 说现在呢 在中国的每一个报纸上 每一个媒体上都在不断强调 社交距离的重要性 他说呀 说所以我们看到啊 中国政府与民间的交流是非常好的 并没有说我们把所有的信息都掩藏起来 当然我先介绍的是李施默的观点啊 我们同不同意一会儿再说 第三点他认为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民间社会 其实是生机勃勃的 他说呀 在二月份的时候啊 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 有着公众汹涌的浪潮 那么我们知道在15年前 中国的这个非典疫情啊 出现了之后呢 那么当地政府的做法呢 是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反对的 而在整次这一次初期啊 那么大家呢 也是采取了类似于非典那样的做法 对于很多官僚主义的行径 采取的是反对 或者呢 是直接批判的态度 而在疫情的初期呢 也的确有这样一种 类似官僚系统内部的恐惧 没有把坏消息继续向上传递 导致整个应对出现了延误 但是啊 后来这样的一种沸腾的喧嚣 却停止了 那么可能非典喧嚣的顶点是什么呢 就是李文亮的医生 被当地的警方训诫之后 那么后来呢 这个因为感染而去世 他说呢 在当时那个时候啊 很多人都认为 这已经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了 是中国阿拉伯之春的开始了 但是结果却并不是这样的 他表示啊 说呢 李文亮医生事件之后呢 整个这个情况就发生了反转 说呢 当时啊 中央政府就行动起来了 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这样一次全国上下的总动员 说呀 有50万志愿者飞扑湖北前线 那不管是医务人员 检疫人员 还是后勤人员 他们都冒着健康和生命危险 那么呢 在全国各地啊 武汉的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啊 送药上门 那么呢 其他的社区啊 不管是上海也好 还是北京也好 很多社区呢 都组织了志愿者啊 对于老人 对于弱势群体的生活进行检查 那么他就说啊 说你试想一下 14亿人在每一个街道 每一个小区 每一个村庄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这样的发生的都是在我们身边的 没有出现群体性的事件 没有发生违法的犯罪 同时呢 他还表示说 现在呢 在这个互联网上 那么政府和各种机构啊 都发出了大量有关于疫情的特点 还有呢 科技类的信息 而且呢 也有很多大众参与到了 对于信息的传播中来 他表示啊 现在呢 你是在CNN和BBC上 看到很多西方的专家和权威人士 在讨论病毒 比如说在这个坚硬的表面 可以存活多久 等等等等 这些科技类的问题 但是他说 在二月份的时候 中国的几千万党民 就已经在讨论这些事情了 而且呢 是每时每刻都在讨论 所以呢 李时默就分析总结到了 说现在呢 有很多人呢 都是诱于啊 这个过去这些政治理论的条条框框 表示中国的公民社会是软弱的 因为呢 专制的党国体制 不允许公民社会的发展 但是他说呀 说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是基于一种假设 就是公民社会 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 甚至就是一种反对国家的存在 但是他表示 如果你是按照公民社会的定义 也就是亚历士多德所说的 不与国家分裂的 这样的一个公民政治共同体 那么在这一场大流行过程中呢 中国的公民社会 才是世界上最为活跃的 那么所以呢 李时默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还发表在了非常著名的 外交政策杂志上 那我不知道读完这篇文章之后啊 这个我们的网友朋友 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但是至少从我这边来看啊 那么他的整篇文章中的逻辑上 还是有几个缺陷的 首先呢 就是说有关于这个 这个政府不断的在传播信息 那么呢 向老百姓保持了最大的透明 整个沟通没有障碍 那我们知道 如果您了解到之前 有关于整个这个中国公开数字 还有呢 中国政府的各种官僚体系作为 各种情况之后呢 你就知道这样的消息 其实并不准确的 那么很多时候呢 通报的消息是存在着 瞒报迟报延误 还有推诿责任等情况 特别是在整个疫情发表的初期 再有呢 就是他提到中国的公民社会 非常活跃 那这样一个情况 也看你怎么理解啊 如果你是说呢 很多的这个医护人员 很多的志愿者 牺牲了自己的时间 冒着巨大的健康风险 为这个身边的社区的人进行服务 那么保障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健康运行 那我认为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肯的 但是如果你就此就得出 中国的公民社会是非常活跃的 不存在着和政府之间的对立 不存在着政府压制 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 这呢 肯定显然也说不过去 而第三个 我觉得可能是最致命的一点就是 整篇文章说了半天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习近平是一个好皇帝 那这个逻辑点是怎么建立的 那么其实呢 我觉得就是说 针对于整个中国这次抗议的反应 那么可能我们在网友群体中呢 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有人可能说啊 那么这次呢 中国政府完全应对 是完全失措的 不仅仅是害了很多中国人 也让整个国际社会 为此背负了这个几个月 甚至可能长达几年的经济和生命负担 也有人可能认为 那你不要指责中国 这个应对情况不好 你看看你现在的美国应对状况 你看看你白宫的决策有多么的混乱 所以啊 大家到了大疫情面前呢 都是一个样子 反过来来说 你们民主制度 种种的低效 种种的混乱 达不成一致 而这个中国呢 虽然是没有民主制度 但是至少 这个上行下效 整个决策体系是比较通畅的 所以啊 从这次来看 你们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弱点 可以说暴露无遗 还不如中国的政治体制 所以啊 不管您采取哪种观点呢 在华尔街电视这个平台上 都是可以得到相应的讨论的 所以啊 今天为什么要介绍 李世默这样一天文章呢 也是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 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呢 其实我们是容忍各种 不同的声音观点的 同不同意是另外一回事 只要保持文明发言 那么呢 在这个平台上 您都可以介绍 您的相应观点 好 那么介绍完李世默这个文章之后 再为大家关注到的 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敲锣旧母的 这一位风云人物 李丽娜 之前呢 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现在却和中国网络上的 另外一个处在舆论 风口浪尖的人物 方方发生了争执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啊 就是说到啊 这个敲锣旧母这件事情的 这个女主角啊 武汉女子李丽娜 她最近呢 在微博上啊 写了一些文章啊 叫做武汉敲锣旧 分上下两集 大概呢 讲的就是她当时敲锣旧母 那么后来呢 母亲得到救治 一家人回到家里 完全康复 这样的一个呢 游杯转洗的故事 而这样一个故事呢 获得了湖北作家 方方的转发 但是针对于方方的转发 李丽娜却在个人的 社交平台上表示 方方你是把我拖下水了 你真的不要这么做了 这件事情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方方转发李丽娜的 这个武汉敲锣旧的上集啊 是在5月11日 那么当时呢 她配了文章表示 说呢 我们要永远记住 武汉人的奋斗 还有无数人的相互帮助 这些事情都必须 永远记录在案 所以呢 对于这个李丽娜的 武汉敲锣旧呢 是采取一个某种 比较许可 比较嘉奖的态度 而在刚刚过去的 5月14号啊 针对方方的转发 李丽娜却在微博 说啊 说你只转发了 我这个武汉敲锣旧的上集 没有转下集 那我们想呢 可能上集讲的是 她敲锣的这样一个 悲惨的经历 下集呢 可能是讲了 她的母亲得到救治 后来呢 转微为安 这样一个幸福的结局 她说呀 说我现在已经补齐了 后半篇文章了 却因为你的转发 招来了很多谩骂与诅咒 你转发一半的时候 就没有想过 会拖我下水 给我造成伤害吗 李丽娜还进一步写道 说呢 我是真心感谢那些 发自内心帮助我的人 但是我非常厌恶 那些把我当武器使 还说我不知回报的人 你们太恶心了 说啊 说我就是一个生斗小民 还要赡养父母 抚养子女 为生活奔波 没有时间和你们的 那一群小号对骂 也请你不要把我 写进你的作品里 说呢 我本人不想出国 你呢 也不要再爱我和其他的病友 我们都是有七情六欲 会被砸你影响的人 不是你们的武器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 严厉的指责 在中国的网络上呢 其实也是出现了 两极分化的反应 有一批网友就认为啊 说如果没有方方 来转发你的这篇文章 你的这个武汉敲锣记 怎么可能会引起这么多的 转发和阅读关注呢 而且另外方方转发你的文章呢 其实更多的表现的是 对于这个武汉人 在应对这一次疫情时候 所表现出的勇气和牺牲的 一种嘉奖 并没有批判你的意义 也没有说就是把你绑架 把你做武器化等等 但是啊 也有这个反对方方的人 就认为啊 说呢 你现在啊 方方啊 你呢 本身啊 在中国这个定义里面 已经把你定义成 这个反华西方势力的一部分了 那你现在呢 转发一个网友的文章 那么很有可能的 就是绑架了这一位网友 他本人呢 可能并不赞同你的观点 而你这样做 就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呢 在刚刚过去的 这个5月15号啊 这个李丽娜呢 又删掉了所有的贴文 现在说是什么呢 说啊 这个事情太复杂了 好像大家说的呀 都有道理 反倒是把我说的 没有道理的 可能得到的越多 需要承受的也就越多吧 那么感谢所有真心帮助我的人 所以他这边呢 口风呢 又是出现了软化 那么整个这件事情啊 还要说到在2月初 当时啊 家在武汉汉阳的李丽娜 就突然在自己家 这个小区的阳台上 开始一边敲锣 一边扑诉 说呢 我要为母亲求助 我的妈妈得不到帮助 现在已经快死了 等等等等 而在之后的2月9号呢 他的母亲就入住了 武汉的汉阳医院 那么可以说 敲锣的确是得到了 这个相关的 这样这样的一个 一个媒体的注意 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所以呢 在3月13号的时候呢 他的母亲就平安出院了 那么当时呢 李丽娜也表态 说我除了感谢 真的不知道能够说什么 是大家的多方努力 才让我还能当个孩子 那么所以呢 整个事情呢 其实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而后来呢 李丽娜也把自己的经历 写成了武汉敲锣记 分成了上下两集 那么后来呢 才有他和方方因为转发 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 争执和矛盾 那么目前呢 针对李丽娜的指责 方方这一边 是没有任何更多的回应的 那么如果有后续的进展的话呢 我们也会继续为您介绍 好 那么说完跟中国这个 社会政治相关的话题 我们再回到财经方面 那我们知道 现在呢 2020年的全国两会 已经因为今年的特殊的 卫生状况 而这个受到了拖延 现在呢 是要到五月下旬召开了 而在兰会上呢 预计将出台一系列的宏观政策措施 而这一届政策呢 将对中国未来一年的经济发展局势 进行一个定调 因此呢 引起了外界很多的关注 那么在三月二十七号的政治局会议上呢 就首次提到了 说呢 现在要抓紧研究积极应对的一览子宏观政策 其中内容呢 包括叫做适当提高政策的赤字率 发行特别国债 增加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规模等 而后来呢 这样的一些说法 也多次建筑于中国的媒体 但是细节却没有明确 因此呢 大家比较关注到的就是 增长目标到底怎么定 财政赤字率到底提高到多少 特别国债到底怎么发 还有呢 就是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 到底应该如何做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用这个华尔街论坛这个机会呢 为大家介绍一些 可能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数据和情况 对于这几点 到底展示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首先呢 大家最关注到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今年的增长目标到底怎么定 那我们知道 现在整个市场 对于中国经济全年的增速的预期 是逐渐下调的 那么在第一季度的时候呢 GDP的同比增速已经下降了0点 这个已经下降了6.8个百分点 是1992年中国开始进行 这个季度的GDP核算制度以来呢 首次是出现了负值 而那在4月17号的时候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就没有再说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 而是改成了叫做 稳住经济的基本盘 并且呢 首次提出了我们所谓叫做六保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所谓的六保呢 也就是保居民就业 保基本民生 保市场主体 保粮食能源安全 保产业供应链稳定 还有保基层运转 因此呀 在这个 由完成任务变成了稳定 这样的一个大基调的转向下 那么20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 到底应该怎么样定 市场呢 其实有很多关注的 而之前呢 我们华尔街电视也为大家介绍告 有一些研究人士 比如说这个 清华大学的马俊先生 野村政策的陆挺等等 他们都认为呀 现在在国内外呀 有关于卫生情势的不确定性 实在是太高了 因此呢 如果是提保增长 或者是提具体目标的话呢 风险是比较大的 所以呀 不如啊 就是我们2020年就不设目标了 也借此呢 干脆就是淡化 或者呢 是彻底取消GDP增长目标 但是啊 中国社会院呢 比如说云永定啊 这些人也认为 这个GDP的目标啊 不能够完全不设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目标呢 那么企业和官员就失去了坐标系 也失去了努力的方向 他认为呢 这个目标啊 应该依据实际情况来定 但是呢 要比实际情况定的 还要稍微高一些 这样呢 才有利于动员 整个经济发展的力量 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啊 这个春节前举行 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省级的两会 已经举行了 而在整个疫情发生之后呢 四川云南等 这个几个省份呢 也分别举行了两会 如果我们是看到 省级的增长目标呢 各个省市都没有提出 明确的增长目标 而是采用了相对的目标 什么叫做相对的目标呢 比如云南就提出了 地区的生产总值增速 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四川呢 则定的是 要比全国高两个百分点左右 而之前呢 这个刘世锦啊 也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 这个原来的副主任 他呢 也曾经撞文表示 说那这一次啊 我们定目标 也可以采取相对增长率的方式 比如说啊 就是用中国的增长速度 还有世界的增长速度的比值 或者是差值 来定一个目标 那比如说 如果2019年中国这个增速 是6.1% 年GDP增速 而当时世界平均增速呢 是2.9% 那么相对的增长率呢 就是3.2% 那么如果呢 在2020年的时候 世界的增速变成了负的2.3% 而中国呢 能保持3%的增长 那么相对的增长率呢 就是5.5%等等等等 所以啊 根据这样一个情况 定一个相对的增长率 可能是比较好的方案 那么目前看起来啊 比较有可能的呢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几种方案 首先呢 就是不定目标 再有呢 就是定一个比较低的目标 比如说定到3% 或者是2%到3% 那么目前呢 市场的主要的预测啊 也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 再有呢 就是定一个相对的目标 比如说是和2020年的 世界增速相比 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些提法呢 可能都比原来啊 我们叫做保留 这样一个增长目标呢 要更符合现在的现实 那么第二方面 大家比较关注到的呢 就是赤字问题 那我们知道啊 前两年的中国进行了 减费降税等一系列举措 那么现在呢 整个这个 整个中国地方政府的收支压力 又受到了现在 这样一个疫情的打击 可以说呢 矛盾是比较突出的 那么今年呢 财政是大幅度的减收 那么看到一季度的数字 全国的财政收入 同比下降了14% 而财政部长刘坤之前也说啊 说2020年啊 全年一般的公共预算收入 要低于上年 这也就可能意味着 全年的财政收入 可能会出现 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下降 而现在呢 不管是因为救助疫情也好 还是要帮助中小企业 帮助居民也好 那么可能未来啊 财政支出还要不断增加 所以啊 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 财政赤字率要突破3% 基本上是市场的共识了 但是在具体的数字上呢 那么有的人呢 预测啊 可能要到3.5%到4% 也有预测呢 可能到3.2%左右 就基本合适了 那么在这个赤字之外呢 从这个2015年开始啊 中国呢 是推出了叫做 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 那么呢 今天的 现在呢 这个新增的限额将增加 肯定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到底增加多少 其实呢 也就决定了地方 在进行基建投资的发力力度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比较受到政府的关注的 那么经过这个中国国务院的批准 现在已经向人大常委会备案 备案的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财政部在4月底提前下达的 第三批的啊 这样一个新增的专项债券 当时的额度是1万亿元 那么之前呢 还有两批 那么目前呢 整个2020年新增的专项债券的规模 已经达到了2.29万亿元 超出了2019年全年的2.15万亿元 那么第三批的这个专项债力度呢 应该是在5月底之前就发行完毕的 那么基本上啊 目前市场预测是 新增的专项债的预期 可能要达到3.5万亿元以上 甚至有可能会达到4万亿元 所以啊 整个啊 这个财政赤字这一方面呢 也是有比较明确的判断的 另外一个 大家比较关注到的看点 就是特别国债 那我们知道 为了应对这一次疫情的冲击啊 中央在3月底的时候呢 是发行了特别国债 那么之前呢 市场一直是认为 可能会在人大常委会上 就对特别国债给出细节 但是呢 在4月29号闭幕的人大常委会 其实并没有提到相关的内容 所以啊 有关于特别国债的规模和用途 也就只能等到两会上 才进行相关的披露了 那么现在呢 整个市场是猜测啊 有一种呢 可能是就是要加大财政转移的支付力度 比如说补贴个人 或者呢 是发放消费券 还有呢 说呢 是可能给中小企业 或者是个人进行退税 还有说呢 是可能补充银行的资本金 同时呢 为中小企业来进行定向的 这样一个低息贷款 还有呢 说呢 可能是加大基建投资 等等等等 所以呀 有关于到底怎么用特别国债 现在呢 市场上的说法 也是比较多样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定论 那么呢 这一点上啊 这个财政部的前部长 楼继伟曾经强调 说呢 这个特别国债呢 是不能够用于一般性的支出的 之所以不记入赤字 是因为它这个头像啊 是可以进行按期复期 到期还本的 那么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呢 可能啊 补充银行啊 担保机构啊 进行金融资本的 这个资本金增强啊 等等等等 还有呢 就是对于中小企业担保发放 这些呢 可能都是比较可行的方案 包括呢 就是成立纾困基金 救助企业等等等等 而之前呢 这个珠宝梁一提出这种说法 就是呢 可能去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进行注资 那么通过国际渠道的方式呢 向其他国家进行相关的救援等等 那么呢 对此啊 财政部长刘坤 在5月14号的时候 在人民日报上 那一篇文章也说 说呢 通过特别国债 地方政府的专项债等多种渠道 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投资 发挥投资的撬动作用 有效的支持 补短板会民生 还有促销费等等等等 所以呀 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也可能会引起啊 有关于民间投资的担忧 所以呢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现在呢 也没有更多的预案 那么目前呢 一个比较大家共识的方案 就是什么呢 可能如果有这个能够按期复期 到期还本的这样一个公共项目 那么发行一些这样一个特 这个特别国债去做这样的项目 是是有可能的 但是啊 可能更多大量的机会 还是要交给民间投资来做 那么最后一点 大家比较关注到的呢 就是在今年的两会 由于整个情势的不确定 是不是可以会倒逼出一些改革措施 那么之前呢 在4月9号的时候呢 中国这一边是发布了 有关于啊 市场化配置体制改革的意见 比较完整的阐述了 有关于要素改革相关的信号 那么2020年到底哪些措施 能够落地 那么现在呢 在全国两会上 可能会发出某一种信号 那我们知道 在2017年以后啊 整个这个地方债 也是越来越严了 整个的基建投资呢 也是明显的放缓 而且呢 整个这个疫情啊 也是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困境 所以啊 基础设施融资投资体制建设 现在呢 成为了一个比较突出的短板 所以呢 之前呢 大家也在分析啊 是不是可能会推进 基础设施领域的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建设 作为一个要素改革的最新的试点 那么这一方面呢 可能在两会上 也会有更新的表态 另外呢 大家比较关注到的 就是有关于房产税 到底会不会收 那么最近呢 这个全国人大的法工委啊 这个负责人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说呢 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相关的制度 那么有关于这个房地产税的话题啊 那么人大财经委的这个副主任 尹中青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说现在呢 这个房地产立税立法啊 更多的就是要完善中国的税收体系 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要增加资产税财产税收入税等等 同时呢也要强化地方的主体税种 但是他说呀房地产税呢 也不能说是有房子就要交税 还是应该呢是有多套房的 不用于住的等着炒房的这些人 要增加相关税收的负担 但是呀他也表示房地产税呢 不是主要为了调节房地产的价格 虽然呢可能会对整个房地产的价格 还有人们对于房地产价格的预期 有着比较充分的影响 因此呢在出台的时候 一定要综合各种不同方面的 多方面的考虑因素 才能够进行这个出台 同时呢他也表示 说呢房地产税呢是一个地方的税种 所以呀房地产税即使是出台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开征 按照什么样的税率征收 那么